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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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请进 各位 同喜同喜 请进 请进 请起同喜 同喜同喜 诸位 诸位 不是三老三高兴了什么今儿 来来来 他当然高兴了 听说顾老太爷变卖了田产 给他足足二百两银子作文聘礼 顾老太爷都被八十了 三老三女儿还不到十岁 他们在作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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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说什么呢 说恭喜您 是啊 恭喜您 其实我也是出于好心的 顾老太爷得了重病 听这个阴阳先生说 必须娶一个八字相合的童女 来冲喜才能治得好 我算来算去 也只有小女彩金最合适了 彩金啊 别哭了啊 握不紧力啊 站住 站住 回来 站住 月翔啊 你这是要干嘛呀 彩青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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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翔啊 彩青没事 没事了 又娘在 来 跟娘走 跟娘走 月翔啊 你不停了来啊 这几两银子还在家等着新娘的出喜呢 这眼看及时就快到了 你是看着彩青长大的 你就忍心把她往后刻里推吧 我不过是个喜娘 这事我俩做得了主啊 是你们家三要三 收了人家二百两银子的屁礼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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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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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死了 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彩青会摆到顾家去 除非你们放的他 否则我们伯弟俩就只要一死了 爹 爷爷和彩青拜完堂 病就会好吗 那当然了 哎 瑞雪 爹的话你可要记着啊 等彩青跟爷爷拜完堂之后呢 你呢 不能再叫他的名字 而是要叫他奶奶 可是他比我小啊 他虽然比你小 可辈分比你高啊 为了 恭喜啦 牛肚义 来 老太爷 issors 不辣太爷 请听叫门 爹 来 来 萨老三 你这是干嘛 玉香 这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出来 给我回去 萨老三 你这个没良心的 要卖就卖我好了 不是你打财亲的主意 萨老三 你干回婚 不非把你杠的官府里去 玉香 你跟我说 你把采青藏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快把郭家的钱还给他们 要不你就卖我好了 你 娘 娘 老三 你看 采青 你来这干什么 娘是怎么跟你说的 你快 我不走 我要跟你在一起 来 太好 过来 你放开她 萨老三 她还是你女儿 究竟是谁的种 我都不知道 她叫了你九年的爹 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 你 我还养了她九年 我把她再给顾佳有什么不对 回家 放开她 放开我 放开我 娘 娘 你别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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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娘 抓人的 把人给你拉 你来 滚 走 不能 顺劳 你 него 娘 娘 天爷 天爷 秦月香 你杀了你丈夫 来 把他给我压下去 大人 沈家虽然博有家资 但您说的这个数目也未免太大了吧 沈老板 我这也是没办法 你也知道的 现在革命党闹得那么凶 实不相瞒 我这清城县衙 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朝廷发的良下了 你是清城首富 你不帮我 谁帮我呢 大人 不是沈渊不肯为大人分忧 如今生意难做 沈渊坐视山空好几年了 实在加不住大人 一而再 再而三的眷顾 大人 过家出事了 既然大人公务缠身 沈渊就先告辞了 沈老板 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你回去好好想想其中的厉害关系 走好 怎么 这个沈渊他不敢合作 居然敢得罪大人 看来他让活得不耐烦了 我跟你讲 这个沈渊 千万不要在我手上犯错 来 到你了 来吧 老爷 他 湘姨 湘姨 你快走吧 我爹去告你了 他告你杀了人 已经来不及了 我一个小脚 又身无纷纷 还带着个孩子 你让我去哪儿了 娘 你马上进城去 找沈家的沈老爷 他会收留你的 他是谁 为什么会收留我 他是 他是你娘的主子 娘在嫁给你爹之前 服侍了他争着十年 看在娘的面子上 他会收留你的 沈渊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才青还小 以后 你帮湘姨多多照顾她 湘姨放心 我会照顾财青的 这离县城 还有十几里路 我这就送财青去沈家 谢谢你 润雪 娘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娘 娘 我不能不能走 你要杀了人犯了犯了发 娘要给你爹成功了吗 姑娘 你跟我一起去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娘我不走 我不跟你分开 娘 快走 快走 你们快走 娘 你们快走 娘 你们快走 走啊 你们快走 娘 你走吧 娘 我不能 娘 走吧 娘 你走吧 我们才青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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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桑老三和月香究竟为了什么经常打闹 有一次桑老三喝醉了酒曾经说过 这个秦月香以前在神府做丫鬟的时候就和这个男主子把这关系搞得是不清不白 结果啊 这过门不到八个月就生出了女儿采青 这桑老三啊临死的时候还在说 这采青就根本不是他的种 比如啊 记住我说的话 等一下肖武章来了 你照我说的做 你再来通知我 我不想再见到他那张脸了 老爷 萧如章他为人心胸狭隘 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吧 最多以后我们守着点 尽量别对他最疼 萧如啊 你不明白 这萧如章贪得无厌 眼看着大清王朝 撑不过三五个月了 他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很捞一笔 宁月和他翻脸 我也不愿意委屈求全 可他现在毕竟还是一线支掌 我真的担心他会不择手段的来整你 毕竟沈家在的清城也是名门望族 而且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 我怕他喝来 我倒不信他能把我吃了 老爷 你路上多加小心吧 masterpiece 味 replied 烦夫齐月香 岳翔还不快把你如何杀死你夫桑老三之事从事招来 大人 民父实在不是有意的 是我丈夫贪图顾家的聘礼 向把女儿嫁给病危的顾老太爷出席 岳翔 听说以前你是沈渊的贴身丫鬟 是 民父自幼被卖到沈家 服侍少爷整整十年 原来你与沈渊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不敢 民父只是沈家的下人 与少爷尊卑有别 实在是当不起 听你说话 倒是个有见识 你可念过书 民父曾在少爷的书房打过杂 偷学了几个字 只怕不是偷学 是你家少爷教的吧 你既然在神府里面当丫鬟 当得好好的 十年前 又怎么会被卖给了桑老三为妻呢 民父粗糊 少奶奶对民父的伺候不满意 你家少奶奶要卖 只是因为对你的服饰不满意 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 你好好想一想 再回话 少奶奶 我求求你别卖了我 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少爷的骨肉了 胡说 林先生可是咱们青城最好的郎中了 他的医术谁敢怀疑 林先生告诉他 他得的是什么病 月香姑娘得的病 是气血双亏 月事不调 安心调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好的 听见了吗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少奶奶 我求求你了 我伺候了少爷整整十年 就算要卖我 也要等他回来再说呀 还妄想等少爷回来救你呀 少爷这次出的可是远门 没有三五个月回不来的 像你这样 无畏货主的小贱人 我多留你一天 就是我这个女主人失职 夫人 老三来了 夫人 你全摆好了 还等什么呀 还不快点领人走 谢谢夫人 少奶奶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别败我 少奶奶 快 我求求你了 少奶奶 别败我 快走 快走 快 你想起来了吗 名副只是个下人 主子不满意要卖了名副 名副也无可奈何 别想 你少在那里花言巧语狡辩 大人 名副说的句句事实 我来问你 你过门不到八个月就生下了彩青 不过门 不过门 专老三临死前又曾说 这彩青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生骨肉 这是怎么回事 大人 彩青 确实是我和丧老三的亲生骨肉 只是因为有次下雨 我给丈夫送饭 不小心摔了一跤 所以 才遭产 彩青既然是丧老三的亲生骨肉 他又怎么可能 这么狠心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垂危的老翁 你说的话 不过破绽百出 你叫本官如何相信你 我丈夫一向好意勿劳 贪图钱财 朱可 到这个时候 你还诽谤你死去的丈夫 你个妇道人家 哪来的胆子杀人 莫非是受人指使 大人 冤枉了 邓氏民夫气急了 失手误杀了自己的丈夫 真的没有人指使 雷霞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你明明是和你家少爷有私情 才会被你家少奶奶 卖给桑老三为妻 彩青 其实是你和你家少爷的私生女 是不是 不 不是 你虽然嫁给桑老三 却一直和你家少爷 藕断私连 所以桑老三 才狠心把你的女儿卖掉 为了报复桑老三 除掉他这个眼中钉 所以 你家少爷就指使你 解这件事 杀了他 是不是 不 桑老三之死 全是民夫一人所为 请大人不要听信别人的胡言乱语 无辜冤枉好人 全眼枪 休在执迷不悟 百般包庇你的奸夫 你谋杀金服可是死罪 你若肯老老实实招出 背后指使你的人 本官念在你的女儿年幼的份上 饶你不死 大人 杀夫之事 确实是民夫一人所为 请大人 怕民夫死罪 本来你不受点皮肉之苦 不可招认 来人 大人 大人 你饶了我吗 怎么了 愿意招了吗 大人 你为什么非要逼弥妇 盼养自己的救主人 用刑 羽如啊 你的脉象不是很好 像是忧思巨劫之症 怎么了 什么事让你这么烦心 这两年 支县大人不停地勒索我们 沈渊已经忍无可忍了 现在他们撕破了脸 我真的担心会出事啊 这局势眼看已经变了 肖汝章这个支县大人也当不了几天了 沈兄就不能再忍一忍啊 你知道他的脾气的 他牛脾气一上来 谁也压不住的 夫人 外面来了两个小女孩 闹着要见老爷 还让我把这个交给老爷 老爷 都担心了 郑得热 老爷 老爷 找个小女孩 把这大强的�� sagen 我 秦月香 现在你肯认罪了吗 大人 民父有罪 大人就是盼民父千刀万剐 民父也毫无怨言 可是民父 跟少爷真的没有私情 再次 也确实是僧老三的亲生骨肉 好一张利罪 来人 继续用血 你们就别跪在这里了 沈老爷现在真的不在府中 老婆 你们改天再来吧 不 我就在这等沈老爷 我娘说过沈老爷一定会收留我的 你娘是谁的 我娘叫月香 她说她以前是跟福利伺候沈老爷的丫鬟 什么 你 你是月香的女儿 六月初时 陈生女彩青 这个意思好懂 可这九月初三夜书房 是什么意思 就是十年前的九月初三夜 沈渊和月香在书房有了私情 没想到被我撞见 这两句话分明就想告诉沈渊 蔡青是他们的骨肉 这蔡青是不是沈渊的骨肉 没有人比你我更清楚了 只是这么多年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真是雾露偏逢连夜雨 不 你先别着急 带我出去看看再说 这是月香的女儿 月香出事了 无伤打死了丈夫 现在坐牢了 这孩子的家可归 沈老爷现在不在家 您看 这外面孩子下着雨 是啊 你先安排这两个孩子洗个热水澡 换身干衣服 不然会生病的 再派人去通知老爷赶紧回来 好 什么 月香把桑老三杀了 月香 月香这个时候 让彩青来投靠你们沈家 我看这事麻烦了 是啊 如果让沈渊知道彩青 是他和月香的孩子 那当年我骗了他 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我担心的倒还不是这个 你想 萧汝章正在千方百计的勒索你们沈家 若是让他知道了 彩青是沈渊的亲生骨肉 那他肯定会把月香误杀丈夫的案子 硬说成是通奸杀人 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只怕你们整个沈家 都会成为他砧板上的鱼肉了 那这个孩子更加认不得呀 趁着沈渊不在家 让管家把他赶走 要是让他落在萧汝章手里 那后果会是怎样 真看不出月香一个富到人家 居然这般能熬醒 一直都咬着牙不肯松口 大人不必烦了 刚刚顾老五又来禀报说 月香已经叫女儿彩青投奔沈渊去了 当真 只要沈渊认下采青这个女儿 就说明沈渊跟月香是有私情的 到时候不管月香他肯不肯招认 这个沈渊都逃不出大人您的手掌心 你派人叮嘱沈府 看看有什么动静 是 采青 你娘的确曾经在这里当过丫鬟 虽然这么多年不见了 我倒挺想念她的 今天老爷不在家 我先做主 留你在这里当丫鬟 采青 快谢夫人 谢夫人 采青论学 从此你们就是沈府的下人了 除了老爷和夫人 这府里还有两位小主子 这位是刘云大小姐 大小姐 这位是刘年二少爷 二少爷 老爷 慢点 老爷 你回来就好了 什么事 支线又来找事了 老爷 是月香的女儿丧在青来了 好烫啊 孩子本来就很疲劳 这一夜之间连受打击 心力焦脆 又加上淋了场透雨 所以这病事来得很凶 等退了烧 恐怕还要再调养一段时间 才能彻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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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爷 求求您舅舅相宜吧 彩青已经没有了爹 要是没有了娘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该有多可怜呢 你先起来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会处理的 老爷 派人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 神府收留了桑彩青 但是并没有把他认作小姐 而是让他做了个丫鬟 难道我猜错了 桑彩青真的不是沈渊的种 也有可能是沈渊把老爷借这个事情拿捏他 所以宁可无认这个女儿 这个沈渊果然真的不是省油的灯 这个月香招了没有 没有 手脚都快被夹断了 还是不肯招人 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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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萧汝章一心想把此案定性为通奸杀人 硬逼着月香攀咬你 昨日在公堂之上 已经冲了大刑了 已经冲了大刑了 原下她 她的两只手都废了 可是她至死也不肯承认 此事与你有关 都是我害了 李兄 我一定要救她 花多数钱都无所谓 可是 现在不仅仅是 花钱能解决的问题 只要你现在稍有异常 就会被萧汝章抓住把柄 她立刻会置你于死地 以吞并你沈家所有的财产 我管不了那么多 月香对我那么好 我不可以辜负她 我一定要救她 我不能看着她受罪 好 你放心 你让我再想想办法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沈渊对月香 还是情深意重 玉如 沈渊这些年来 对你也算是一心一意了 她现在要救月香 这倒说明她是个有情意的人 像当初 你若肯让一步 就让沈渊把月香收了房 又何惧有今日之事 自从微信帮你做了假证 我这十年来 一想起月香和采青 心里就愧疚不安 林大哥 连你也怪我心狠了吧 如果是你 你可以跟别的男人 分享你的挚爱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我想也许大多数女人 处在你这个位置 也都会如此吧 只是 月香死也不肯连累沈渊 这份情意多是令人震撼 我问你 如果现在要救月香 究竟还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希望 葬老三毕竟死在她的手上 是有意还是无心 这就全看支县大人如何判定了 不管月香承不承认是通奸杀人 只怕萧直线都不会饶过她 事已至此 月香都难逃一死 又何必连累沈渊呢 你正好什么意思 林大哥 我想 我想你假装全力救月香 把沈渊安抚住 别让她一时冲动 中了萧汝章的圈套 这边你在想想办法 贵入萧辱着 让她早日审理死啊 免得夜长梦多 你是说我不怕这怎么可以啊 我知道你怪我自私 可是我也没办法 我也是当了母亲的人 就算不为沈渊 也要为我两个孩子着想啊 案子再拖下去 沈渊就有危险 沈家就有危险 到那儿是我两个孩子 就像采青一样 跪在别人家的大门口 求人家留他们为奴为婢啊 林大哥 你别说了 你让我想想 大人 大人 进来 大人 沈渊送来的吗 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 为月香求情 他要我依法办案 从快审计月香杀夫一案 也我早点处死月香 越快越好 这月香不过是一个略有姿色的石匠老婆 什么人跟他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 未必是仇 也未必是恨 但我问他原因 他也不肯细说 对了 那个人你也认识 他可是情城有名的郎主 林月 是他 听说此人跟神父的关系很密切啊 我真未料到沈渊贵如此狠毒 一见有危险 就舍拘保帅 我以前倒是看错他 假如林月真是受沈渊指使的话 这不表明沈渊他心虚了吗 就算他心虚 我们又能拿他怎么样 宇香宁死不招 我们也没有证据 那大人准备 我收到消息 吴昌那边 已经被革命党占领了 各省 现在都在宣布独立 大清国 早晚要灭亡 我们现在就顺水推舟 捡好就收吧 等处死了月香之后 了结此案 不就告我还香 你去准备把月香的捷安庄写好 让他化压 好 我这就去办 开大清淡 好 好 好 给了 不得了 那一バd 无论 做啊 你所以 秦月翔 这共状的内容 你看一下 要不 我捏给你听 好 秦月翔 你残杀亲夫 罪不可赦 本官 看你幽阶市政后 出以绞刑 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枉法重判 秦月翔 他收了那么多钱 可月翔的命 还是保不住 沈兄 你已经尽力了 如果这是他的命 也是我害他成这样 当初我不该那么懦弱 在我爹逼我去玉如的时候 我不该屈服 后来玉如撞破 若我和他有私情的时候 我也不该找借口一走了之 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我这一世 从来没做过亏心事 这段月下 我注定要亏欠他一生 再见 采青 采青 你别想那么多了 想也没有用 你看 我给你抓到一只小鸟 喜欢吗 送给你 谢谢 那好 你们在干嘛呢 好玩 给我玩 大小姐 这小鸟是润学姐送给我的 这府里的东西可都是主子的 主子不要了 赏给你们了 才是你们的 你们知道谁是主子吗 你 大小姐 这小鸟是野生的 不算是府里的东西 反了 你们两个真是反了 两个人居然爬到主子头上去了 奶娘 你看他们两个这么没规矩 我马上去告诉管家 好好惩罚你们两个 管家 管家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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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没把这两个小奴才调教好 你想怎么罚他们 罚他们 没人打石下手心 不对 这个采青更可恶 居然敢跟我抢东西 再多打石下 大小姐 采青还小 不懂事 你要我罚 你就罚我吧 闭嘴 主子要惩罚谁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管家 我说的做 好 慢着 大小姐 采青还想 你要出气 就请对我一个人出 要罚多少都随你 直到你气消了为止 采青病还没好 求你饶了他 好 采青 只要你跟我认个错 我就饶了你 大小姐 我没有跟你抢任何东西 你这小鸟本来就不是你的 你 你还敢顶嘴 管家 你看 你给我好好教训这个眼里没有主子的小奴才 好 叫你不听话 就是不听我的 我怎么教你的 你就是不听 看你长不着记性 让你不听话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知道好歹 住手 老远 爹 柳远 你怎么能对下人这么苛刻 你才十一岁啊 就已经这么狠心 你怎么带弟弟啊 爹 你不知道 他们两个欺负我 够了 小孩子之间小打小闹是常有的 说得上什么欺负不欺负 采青这么小又这么可怜 如今又病着 你也下得了手 看看你教的女儿 就学会做见下人 老爷 你别生气 刘云她还小 不懂事吗 起来吧 彩青 没事了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就可以去见你娘了 谢老爷 任雪 明天你陪着采青去 知道了 老爷 好好管我女儿 娘 爹 爹她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我 这次居然是为了一个丫鬟 乖 娘知道你今天受委屈了 但是这几天你爹心情不好 别放在心里 严香 我真没想到 居然会这么快 严香 你有什么 未了的心愿 有话你只管说 不然就 没有机会了 我 我 我想 再见少爷一年 我已经有五年 你三个月 没有见到她 我 我 求求你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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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见她一面吧 我求求你 我保证 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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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都不会想得了